中國大陸也要注意到一點 你可以天下無敵 但你不能以天下為敵 所以你不能這邊惹 那邊惹都惹也不行 美國把台灣當棋子嘛 是對大陸擺樣子 他真正在乎還是大陸那個辦公桌 不會在乎你個筆尖 裝槍做事捲袖子 台灣可別脫褲子 所以薯頭不會跟大陸爭打 川普一路落後追到現在四五趴 但是很多媒體分析認為他 他插了那一個需要重大突破逆轉的 重要那個應該說燃煤劑吧 缺什麼 我覺得當然就是缺一個證明說 拜登已經失智了 你要是能夠找到一個醫院的證明 那我相信 那就不用打了嘛 對不對 可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醫療證明 拿一個醫院的證明 那當然這個是不太可能 歡迎收看歡迎全世界 帶你走進全世界 我是陳永康 包括兩岸國際大事 帶您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那您剛剛好剛剛從對岸 參加過論壇回到台灣 您的觀察 到底現在對岸對於台灣的態度 跟立場是如何 因為我們看到 大部分都是台灣的媒體 做的新聞的報導 看起來就是 哇一下也有飛機 也有船艦啊 好像真的蠻緊張的 但您所接觸到的對岸的一些 不管是產官學的 這些學者或官員 他們的立場跟對於台灣的態度 到底有沒有一些轉變 有一點就是說他不能接受 但是還能忍受 可是後來這個疫情的情況的時候 蘇貞昌那些話 還有陳時中那個是對這個 對這個台商 對台胞 還包括小民這些事情呢 那是整個假設 大陸的民情呢 是非常憤怒的 好 沒關係 你要跟中國大陸的抗中可以 但是你有沒有必須一戰的準備 你有沒有避免一戰的智慧 所以你今天不管怎麼樣 我們講那個 今天假設王具民過去 其實總是對台灣來講 總是有一點這個 避免一戰的一個智慧的一個手法 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必須一戰的準備 還有你必須要清楚 美國的這個國情跟歷史上的一個根據 他向來只考慮自己的利益 你台灣只是他一個棋子 美國把台灣當棋子嘛 是對大陸擺樣子 他真正在乎還是大陸那個辦公桌 不會在乎你一個筆尖 裝槍做事捲袖子 台灣可別脫褲子 我想請教導老師 英國的經濟年減20.4% 創了歷史紀錄 也是全球已開發的經濟體當中 衰退最嚴重的 對 就像我剛剛講的 歐盟的共同資源他無法分享 但是他先變成了歐洲 被最邊緣的一個國家 謝謝老師 我覺得確實是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以 Junson剛剛雷姓講得非常好 因為 目前來講 你不能夠用爽無賴的方法 來解決你的北愛爾蘭問題 北愛爾蘭 大家在歐洲人 大家都非常擔心 這個共和軍又重新再起來 那當初用這種歐盟的方法來解決了 愛爾蘭跟白愛爾蘭之間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是天主教的一個區域 那因為白愛爾蘭被切成一半以後 他們本來就有要統一的趨勢 可是因為進入歐盟了以後 這個統一的意願就沒有那麼強烈了 因為兩邊可以自由來往 然後他們就變成一家人 這沒有感覺了 可是你現在又要把這個邊界再拉起來 關稅再拉起來 然後你天主教的北愛爾蘭 跟天主教的愛爾蘭又是一家人 可是又跟英格蘭的國家又不合的 那你這樣子今天 Junson又把這種大英的 要再把它弄出來的話 那你今天又把這個白愛爾蘭推回 他又要脫離英國而獨立 然後要跟愛爾蘭要合併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又激化了內部的矛盾 我覺得英國這樣的一個做法 對 而且蘇格蘭 蘇格蘭 北愛爾人 搞不好公投都有機會獨立 蘇格蘭通過的機率也很大 而且蘇格蘭一通過以後 蘇格蘭就要把北海的油 要把它拿回來了 對… 那本來… 然後英國人喝威士忌就變很貴 國防部的這個報告 點出這一點 我們節目當中討論 美國的這種國防部的報告 出來之後會有很多的目的 包括了可能軍方要軍費 國防預算 也可能要去國會做說明 也有可能是真的 或者是有些棄底的戰術 您怎麼看這個報告 我認為首先對於政府有關的 各種的報告 我們必須要定位清楚 因為有的是法定的文件 有很多是對外 就是向媒體去說明的文件 像中國大陸的經由國務院新聞辦 所發的任何的政府白筆書 它最主要是服務外國媒體 那我們是根據這個國防法31條 我們要提出中共軍力報告書 是隨著預算書一起去送 而這份的報告理論上 通常按照美國的這個進度 通常都是5月份就應該出爐了 但是今年會拖到9月份 我認為疫情對美國的很多的 政務的體系的運作 確實產生影響 陳如我也曾經指出過 在通常1、2月份就會出來的 所謂這個FORNO Freedom of Navigation的 這個就是年度報告 一直拖到今年的7月20號才出來 但是我要特別的提醒 這些所有政府的報告 其實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公開的版本 一個是機密的版本 公開版本是這樣講 但是我們應該更關切這個機密的版本 裡頭的真正葫蘆裡頭 賣的是什麼樣的膏藥 但是我們就實際的預算數字而言的話 這個這裡裡頭明顯的高估了 這個中國大陸解放軍之間的戰力 但是我們這種是屬於資訊戰的手法 我們利用政府的報告 做出了很多放出的訊息 這時候所有資訊的單位 就開始去觀察 究竟哪些是屬於 洛基媒體 哪些媒體會照單 是用這個報道去觀察媒體的智商 就是去了解全球的媒體 哪些是照單全收 哪些是加碼根據 哪些是認真的查證 哪些是擴大的報導 哪些是轉述的語用 哪些是會仔細的過濾 沒有開槍 沒有查任何部隊開槍 所以槍有沒有 有槍的響聲 但是沒有任何一方 誰認識自己掀開的槍 但我先請教一下老大 無論如何 應該是有槍的聲音是確定的 但是誰開的互推 你怎麼看 至少局勢是比過去 丟石頭打群架更加的嚴重 有媒體直接引述 這就是一觸即發的前兆 你的看法呢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比過去更緊張 但我不認為會即發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說印度 就是說雙方的講話 你清清楚 都說是對方開的槍 所以槍聲一定有 這個很難證明到底是誰開的 但是都強調了一點 對空名槍 所以它並不是對人民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所以呢 它這個東西還是有一個緩和 還有印度 印度是個很奇怪的國家 現在台灣有些地方很像印度 第一個印度買武器是大頭 美國賣武器最爽的是印度 多少價錢 只要是好了它就要 那台灣是只要有就要 對不對管你有用沒用的都要 那所以呢他們兩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兩個都是美國要打的代理派 嗯 美國也是希望說印度這邊咬你一下 那台灣咬一咬一咬你一下嘛 它都是想但是 但是呢 印度一般的民眾很笨 但是他們的領導接手很聰明 狡猾得很 狡猾就是聰明嘛 他絕對不會貿然去 他也知道 如果你沒有美國的那個 他自己去打的話 他會打得很慘 嗯 台灣是有買武器沒有兵呢 嗯 那個四個月的兵打什麼 根本就別想打 印度是有兵沒有年輕的兵呢 我想請教他打 所以他有那些武器也不能打 對 都不禁這個中國大陸打 但是中國大陸也要注意到一點 嗯 你可以天下無敵 但你不能以天下為敵 川普一路落後追到現在四五趴 但是很多媒體分析認為他 插了那一個需要重大突破逆轉的 重要那個 應該說燃眉劑吧 對 缺什麼 我覺得當然就是缺一個證明說 川普那個拜登已經失智了 你要是能夠找到一個醫院的證明 那我相信 那就不用打了嘛 對不對 可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醫療證明 拿一個醫院的證明 OK 那當然這個是不太可能的 對 但是說老實話 我們今天看 就是我雖然不喜歡川普 可是我們看這兩個候選人 在講話的時候那個氣力 喔 那川普這個真的是講話就是 這很容易引起共鳴嗎 好像很接地氣 那拜登講話就比較慢吞吞 雖然他這個攻擊川普的力道還蠻強 可是感覺上那個氣不夠 所以這是拜登的一個缺點 可是問題在 剛剛你提起佛羅里達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佛羅里達只要這29張拿下來 你上面拿到密西根16張 你就已經過半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州 那現在拜登領先 那過去我們知道在佛羅里達州的 拉丁裔的票大部分都是共和黨 因為為什麼 因為是古巴裔 古巴裔一向反共 所以很支持共和黨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 在這個佛羅里達州 還有很多波多里克裔的 那他們可能對川普不是那麼滿意 那拜登現在在爭取 還有這一次找到Harris 他是亞馬加的這個父親 所以這個加勒比海這一塊裡頭的人 雖然不是那麼多 但是也慢慢會 如果說轉向拜登的話 那就成為一個關鍵 所以拜登在這裡 現在是有一些機會 看起來還不錯 所以如果能夠繼續保持領先 只要你佛羅里達贏了 那拜登大概就贏了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小鈴鐺